直播1966 长照专系申请 亦是用区人微信策匹 想带着日美和族技术的微信 香港用特探过的漂泡水 亦是注尽 来情节接送为明多位同事的表面 香港无论的外计价格里的密切接受者 像自我空间感谢十四年 监察有下位亚洲争投 想联络EQ、微信Q和EQ22 就只是希望以成功亦是指教 不准从太中运输公司 香港主统共策可能的接受事 自批总行 管行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今天行情的部分继续涨 涨了71点 今天涨71点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指数其实已经再创了这一波 反攻以来的一个新高点 那这边今天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主要在说整个航运类股 又转强了 航运你现在已经看到头花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我跟各位讲说 你有航运股的 你来找我就对了 有没有 我希望各位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一个建议 航运股还没出的观众朋友 昨天大跌很多人也不谈航运了 我还是跟各位讲 你还没出的投资朋友 你打掉进来 我会告诉各位该怎么做 我讲了 航运在第三季之前 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说短线有些涨太多 该卖你可以先卖 卖掉之后呢 你可以等拉回来 关键点到了 就要赶快买 昨天我有些群组 讨论的非常热烈 某些私人群组 就真的航运在讨论 到底 结束了没有 大家都在讲说台航 这个卖阳明卖了多少 卖了1万多张 对不对 那是不是很危险 大家在想说到底有没有问题 其实以台航目前来讲 他卖了1.32万张之后 目前应该还有2.86万张 大概还有3万张左右 但是这个里面 有1.9万张 他是没有办法在第三季之前卖的 他必须要等到明年 因为这之前有参与私募的部分 他被他锁住了 所以他有大概将近快2万张的 这个股票 他是不会卖的 那剩下的就等于说他已经卖了1.32万多张了 那剩多少 大概剩不到1万张 那以剩不到1万张来讲的话 杨明今天成交量多少 大概8万多张 这个还是在分盘交易当中 这个有时候杨明只要一解禁 他的成交量你看看 每天 七八十万张都有 所以你说这个还不到1万张的这个卖压 会不会造成整个阳明的崩盘 这是昨天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重点 那会不会各位你自己想想看 80几万张每天成交量 对抗1万 不到1万张的卖压 你觉得会怎么样 那你会说老师不一样啊 你看那个国具以前对不对也是前期啊 還有三個月 如果 7月份 跟你公告 第二季還是很好 那7月份的營收很棒 8月份的營收很棒 那你覺得股價後面會不會反應 所以昨天對於航運股拉回來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恭喜各位你跟著我操作的 航運股 拉起來過程當中 有一些股票我們有先調節 沒有錯 至少我們避開這一根的下跌 對不對 那今天在下錯有些股票他的買點有沒有到 因為我昨天已經看到很多大戶的心態 跌下來他們不是說要繼續追殺 航運股他們反而是要怎麼樣積極的去 買航運股 那我就知道了 這行情絕對 還沒有結束 懂我意思嗎那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很多人的一個對航運股的看法是到第3季 那我個人覺得至少在8月 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航運股可能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反轉點 那現在還久嘛 所以相關的航運概念股我跟各位講 昨天我已經跟你講了 社會航跌停板 對不對 所以會員朋友你都安心就安心跟著我來 這個都是標股必經的過程 標股就說他可以連漲 然後他也可以連跌 如果他是標股的話 他應該是跌2到3根 超過就不是了 超過就是形態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說會員朋友你安心你跟著我做就對了等我指令就對了 四位行 這是標股必經的過程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啊為什麼昨天航運那麼弱啊今天航運那麼強 我跟你講你用技術分析來看 已經沒有用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的航運股他是顛覆了所有技術分析理論 各位你們說是不是 你拿所有技術分析理論來看 都不準 他現在連大股東賣股票也不怕 為什麼會這樣子很多人在討論為什麼到底會這樣子 因為很簡單嘛 我就以我的四位行為例 我的會員朋友 有人在那邊買了100張 這段上來 四位行光四位行一張股票 賬面 原本300多萬 現在變成600多萬 會不會怕 不會怕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在航運裡面賺了 幾百萬 幾千萬 甚至幾億 十幾億的都有 他會覺得這個地方很好賺很好做 所以他不會離開在這裡 除非就是說 整個營收整個獲利開始下滑 他們會跑 就覺得沒有希望 但目前還在一個上升軌道 那我明知道他還上升軌道啊這邊那麼好賺 所以急殺下來 他們在等什麼 沒有事情轉折的時候 那只是說這波來的太急太快了 很多航運股今天是怎麼樣 你看這個 有沒有 殺下來之後跌不下去往上拉 對不對 長龍打下來打不下去往上拉萬海呢 直接打下去打不下去 就直接拉到漲停板 所以變成說 人氣都還在這裡 他沒有沒有改變 而且今天強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在於說 2611的自信 他公告什麼5月份單月獲利EPS多少0.62 各位2611的自信 看一下 早上最早是他先拉漲停板 5月份賺 0.62股價30塊不到第1季賺到0.44 我5月光一個月我已經賺贏第1季 一整季 所以他一拉漲停你會發現奇怪了星星 這個萬海啊全部怎麼樣被帶起來 被帶起來之後呢就一檔帶一檔 這是第1個第2個再說 散裝的報價 在海甲型報價的部分 前幾天都在跌 所以前幾天跌的我也提醒大家要特別小心 但是現在跌到昨天呢他已經結束了連續下跌的態勢 所以他也助長了今天的航運股 所以面對目前的航運我只能跟各位講你要尊重這市場 他資金很活 很活 尊重他就是最好的分析其他講太多都沒有用 所以航運一穩定的情況之下 鋼鐵 今天有轉強 那電動車本來我們就看好了所以 我覺得短線應該是聚焦航運 鋼鐵還有電動車 這三個族群 那目前這三個族群的都還在我們選股的範圍領域 對不對 三大趨勢在並行當中 所以就發現到從這個領域拓出來之後有些股票也開始動了 比如像什麼車用需求帶動什麼導線價概念股開始噴出 導線價概念股就三檔 順德 借鈴 一拳 對不對三檔全面噴出 我說你要跟緊 懂我意思嗎所以這個趨勢來講 目前資金都還在這三大族群找新的機會找新的股票他沒有改變 所以手中有這些航運股的我已經講了你來找我 鄭德 我第一檔我送給大家之後有沒有一路狂飆 狂飆之後昨天跌停 今天早上還是跌停版那有打開來那這個還會不會漲 你要去思考 這個會不會洗完之後再開始繼續漲 我講這是標股必經的過程 好不好 整個目前業內大戶對於航運的看法 就我所掌握到的我親眼所看到的 是還是處於一個 樂觀的態度 因為現在才6月底 可能7月份還會有一段 那我覺得7月份到8月中這一段可能就是最後一段 那到最後一定會有一個很瘋狂的時候 最近你覺得很瘋狂我覺得 可能後面還有 還有更一段更大的瘋狂尤其是當 長榮跟陽明解禁之後 長榮7月1號解禁就是7月2號恢復正常 陽明是7月5號解禁7月6號恢復正常 那個時間點其實也近了嘛因為今天已經24號了 對不對 快的話之後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助長行情 你們慢慢看 你們慢慢看這是航運的部分好那再來電動車呢 來各位 電動車我跟各位講我看法沒有改變了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正德第二 跟電動車有關的 對不對我送完大家隔天呢亮燈漲停板 來檔股票今天我們來公開 這個叫做6283的存安 對不對是不是存安 跟著我做的會員朋友全部賺錢 今天存安 近期新高價 對不對 同志 跟著我做的全部賺錢 車店小霸王 我還直接跟各位講說這個底越打越漂亮了 該看我都給你看 你可以馬上印證 這是同志 亮燈漲停板 這一天已經漲了24塊錢價差 今天同志有沒有新高價 有新高價 對不對 這一段上來各位 40塊錢的價差好不好賺 20張這兩股票80萬 有人跟我買了50張 就是200萬 就在這段期間而已 輕輕鬆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就說電子好像今天有一些轉弱 可是也沒有那麼弱啦 我大概就是這樣子我跟各位講現在應該就是 電子有一些族群 他會在電子裡面特別的 顯眼 說 因為航運到這個地方畢竟你地板沒有做的 這些投資朋友他不可能在這個地方再去做航運 航運股裡面都是之前賺很多的 有藏過甜頭的 覺得航運還沒完的 他會繼續鎖定航運 那原本沒有做航運的你現在你家去買航運他根本買不下去 所以他會怎麼樣他會鎖定就是說 其他的電子股裡面特別亮眼的那短線近期我講的就是電動車 同志 有沒有 是不是從最近的這個第一檔開始慢慢漲上來 對不對 今天有新高價這個也慢慢在漲啊很多 電動車概念股啊各位你自己看包括你說2351的順德啊為什麼最近有那麼強 這都是車用產品的需求帶動了導線價的一個需求量 當你車用需求產品出來的時候 車用晶片 車用相關產品 封測當然要封測你就要用到什麼IC導線價 懂我意思嗎這個邏輯是 很明確的 APF載板是在這個IC製造的上游 最下要看什麼 你就看封測封測之後你就看導線價 所以導線價的順德包括5285的借領 你看看最近都漲上來了 所以電動車裡面很多股票 他已經開始慢慢形成趨勢了 你看像現在 今天1568的 倉佑 對不對1533的車王店 包括很多人覺得這個 以前的老牌的 美琪馬康普啦 其實今天呢都有一些表現 代表說資金有在這個族群裡面 那我們就把他找出來嘛 找出接下來最好賺的 所以昨天我跟各位講說這兩款要特別注意 電動小霸王2號 打到進來回答正確的我就送給大家 這是他今天的走勢 你看一下 強不強 強不強 這兩個題材嗎 第一個 同類型的順德借靈全部大漲 對不對 為什麼講因為IC導線價嗎 另外一個2393的一光 各位這種股票LED的很久都沒漲到監禁有辦法大漲 這樣子他告訴你什麼事情 他告訴你我漲價是真的 我真的要漲價了 那真的漲價的話他的供應鏈 誰會受惠 那就是跟這個有關係的嗎 LED導線價 你知道嗎 LED導線價 所以為什麼會請你買這樣股票 而且都有機會有沒有注意到都有機會很好買 後面呢 慢慢就上來了 有沒有尾盤收相對高 跟著我做 放心就對了 我會帶你賺錢 交給我 我們一檔一檔來 電動小霸王2號 今天也是大漲 對不對 慢慢看了會不會越來越強 電動車股票 我講了目前是整個電子個股裡面 最亮眼的一個族群 你要好好的鎖定住 當他們趨勢上來之後其他的電子零組件才有機會 現在是電動車在吹動引擎 所以各位 要找到對的趨勢 讓趨勢成為你的好朋友 懂我意思嗎 讓趨勢成為你的好朋友 找到對的股票 好好的來做 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趨勢裡面你說航運還是是不是趨勢當然還是趨勢 因為資金都還在這個地方 昨天大家當然很害怕 但是我講的盤面是他是瞬息萬變的 有時候我們就是要尊重市場 今天很多航運告訴你 我不會因為大股東賣股票 我就嚇到了 所以 昨天晚上我講的我在很多這個大戶群組裡面我都看到 討論非常熱烈 大家對於航運的看法 其實沒有 一般投資朋友你們想像的那麼悲觀 對於航運的態度 還是非常的積極 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航運又漲起來了 那這一段航運股有一些是經過 快速回檔 他會遞造新的機會 因為一直漲一直漲 很多人不太敢追 但是一回檔再勾上來 這個後面的買盤力道會更踴躍 前面如果我們已經賺了 五成 七成 甚至一倍的股票有拉回來 關鍵點會到了 可不可以買 回檔兩張層 他是好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 要有這樣的心態去做思考 他如果再勾上來他可能又是五成就是一倍 那要不要賺你還是要買啊 因為你不買大戶也是在買 所以我今天我要給各位一檔股票 這叫做航海大戶加碼 好不好 這一次 拉回的又急又快又短 但一旦確定之後 不會再跌了 那大戶的部分呢 他會針對哪一檔股票毛起來買 我相信昨天很多大戶也是直接殺了航運 砍掉了 但今天很多大戶也是全部把它買回來 有覺得老師啊這個還叫大戶嗎 我跟各位講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前面成本夠低嘛 昨天砍掉之後發現不對砍錯了 今天有很多又把它全部買回來 所以你要考慮的是接下來整個主力大戶的部分 他針對哪一檔航運他還會再全力拉抬 而這一拉可能又是五成又是一倍 我們把它找出來 今天很多股票 標股的形態就是這樣子 他可能回回幾天 一拉又好幾根 你前面賣掉了不要覺得賣錯 對不對好可惜喔 跟各位講拉回來 該接還是要接 你一買完因為 整個如果 情緒的氣氛 大盤的氣氛 焦點都還在這裡的話 這種股票很容易拉漲停 那只要轉成一對 你可能怎麼樣又跟之前的這個順德一樣 就跟這個 世衛行一樣 你就閉著眼就好了他又拉漲停 可能就跟鄭德一樣你閉著眼就好他就拉漲停 這一拉 一拉 可能又是五根六根七根 對不對 這一拉可能又是一倍 不是嗎 過去這段期間我以世衛行為例喔過去這段期間我們世衛行也都沒琢磨 但是這個關鍵時間點我們一切入各位這是1198的空間 那現在很多航運股又拉回來了嗎 拉回來之後如果說整個氣勢都還在 很多航運股股本都很小 都在往上拉 又是五成一倍你要不要賺 我跟你講你前面沒有賺的人你不會懂得他的魅力你絕對 無感老實講這個沒有辦法吸引我 但是這一波真正有在航運股裡面賺到大錢 世衛行 一檔股票 300多萬可以賺300多萬 我跟你講買點到了再買你敢不敢買你絕對敢買 你等於無本的嘛 300萬已經賺起來拿300萬出來跟他拚拚看搞不好還有機會再變300萬你300萬變得多少 變900多萬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講的邪惡第五波的航運股 有點消消 瘋瘋的 他有點神經病的感覺 這種股票 你已經沒有辦法用技術分析 用一般的什麼缺口理論 MACD KD 磁王交叉 RSI什麼等等指標那個來看都沒有用 重點在哪裡 有沒有要拉 有人要拉他就是會漲 所以你現在考慮的是 航海 在網 裡面有什麼股票是真正的 可以讓你很好在加碼的股票 因為大戶都在加碼 可能再一漲 又是好幾根漲停板 那你要不要跟 全力重壓就對了 懂我意思嗎 這檔股票 難得拉回 我跟各位講大戶的賴群 毛起來 討論 討論完之後呢就是要買這檔 就是這檔 今天買了很多 還有很大的空間 全力跟進就對了 這檔這一次 我希望大家 趁這樣子的一個拉回整理 好好把握住 這轉折再上去 短線來講 他會很快 可能一眨眼 兩層三層五層一倍都有可能 你不要絕對不可能 我已經在前面這段期間短短幾個交易日裡面做給你看 短短幾個交易日 11個交易日漲了119% 對不對 這樣子的幅度 滿不滿意 就是就是這樣子而已 十幾個交易日漲一倍 震得 短短幾個交易日每天漲停板 有沒有機會再來一次 這樣子的一個個股 我跟各位講 你買這檔就對了 航海大戶加碼王 哪一檔 不用拆 今天打掉進來 60秒的時間給你做索取 航海大戶加碼王接下來到底哪一檔航海王 還會再飆 再往上衝 再噴出我跟各位講 就是這一檔 把電話撥通 航海大戶加碼王直接 送給各位 謝謝 守護台灣 守護家園 最艱難的時刻 我們永遠與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您守护您的财富 营业投顾守护征线 021-3366 2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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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零耳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很多人在问 老师啊 这个升华科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来各位升华科 你今天你注意一下 今天升华科呢 虽然说没有大涨特涨 但是很奇怪 这一段在拉什么 对不对 没有任何利多 可是这一拉呢 股价206 它是创了这个波段来的新高 这是不能当冲的股票 谁在拉 谁在拉 你要去思考 好不好 这个到底结束了没有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等他真的公告利多 公告利多 真的那个大利多来的时候你买都买不到 你慢慢看就对了 好不好那这已经涨上来你没兴趣的来各位你看这个地方 哪一档股票是接下来 航运股里面 可以用力加码的股票 跟着大户做就对了 大户 赖群里面都说要毛起来买的 就是这一档 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 航海大户加码王直接 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